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学习第三课,嵌入射微处理器及二门体系结构。 这一课,我们分两部分介绍。 第一部分是二门体系结构,第二部分是基于二门体系结构的两个使用芯片。 第一部分,我们主要分四个部分介绍,四个方面介绍。 第一是嵌入射微处理器及其应用,第二是门体系结构概述,第三门体系结构的编程模型,第四门解构的调试接口。 在上一课,我们已经介绍了微处理器在嵌入射当中的四种处理盒的形式。 针对不同的应用,可以选择不同的处理器盒。 下面我们介绍在当前嵌入射应用当中的处理器大致使用的分布情况。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现有处理器成千上万,但是用在计算机当中的这专其中的百分之四左右。 绝大部分是用在各种不同的嵌入射应用当中。 那么根据不同的嵌入射应用,可以采用不同的处理器盒,有八位,也有十六位,也有三十二位的处理器盒。 根据不同的应用需要,不同的应用的裁剪,来选择不同的处理器盒。 主要的使用芯片有摩托罗拉的,有阿姆构架的,也有Mips的,等等。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汽车电子当中的应用。 目前中高档的汽车都具有千尤色的微电子控制。 平均大概每辆汽车有十几个微处理器盒。 典型的高档轿车多达几十甚至上百个微处理器盒。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应用框架。 这是一个机群智能化通讯的千尤色框架。 它通过无线网络跟千尤色移动设备相连。 无线网络是通过这个宽带网,通过这个中央控制系统相互连接起来的。 那么这个地方有多个设计到千尤色的应用点。 每一个移动设备,每一个无线网的移动点,它都是一种千尤色的应用点,或者说是个千尤色的设备。 这是一个千尤色积电控制的应用框架。 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千尤色应用。 它的核心是三十二位处理器的核。 然后通过它的外围借口跟高速总线与它的控制对象连接起来。 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通讯借口与这个三位机跟这个台式计算机连接起来。 也可以通过这个英特网跟现场总线,跟远程的控制设备连接起来。 这是一个移动的警务协同的一个工作系统。 也是现在比较典型的一种千尤色的应用。 它是通过现场的千尤色移动数据平台对现场的数据,形式侦态数据进行采样,做简要的现场分线。 同时可以通过GPS以及其他的一些无线网络跟后台服务器以及其他的移动点相互连接起来。 这是移动的一个数据平台。 这是移动警务处理的一个数据平台。 那么通过这个数据平台,可以将现场采样的这个信线, 通过这个无线网络或者专线网络跟后台的数据库连接。 这是现在出于一种典型的数据系统设计的一种趋势, 采用微积模式来做数据系统的设计。 大家可能对这个框图比较熟悉, 它有点类似于计算机的这个处理模式。 那么用这种方式, 可以比较好的简洁的方式来设计复杂的数据系统。 当然可能在效率上会比典型的这种或者传统的这个数据逻辑系统的速度性能会略微有所降低一点。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快捷的方式。 这是几种典型的这个嵌恶式的应用方案。 那么它的发展趋势呢, 现在比较典型的是朝着System Chip, 就是SoC的这样一种嵌恶式的应用方向。 那么这种SoC的应用方向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典型结构是具有嵌恶式处理器和 跟嵌恶式某些专用阶层电路盒组合起来形成嵌恶式的处理能量。 再配上相应的这个接口跟这个承出器, 通讯接口跟承出器。 那么内部嵌有模拟功能单元跟传感器的接口。 那么当一个嵌恶式的应用或者嵌恶式的一个系统比较成熟的时候, 就可以采用SoC的产品构架。 我们在后面有一刻专门要介绍怎么样在FPGA上做一些典型的SoC的嵌恶式方法。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最基本的嵌恶式处理器核, 也是当前最流行的嵌恶式处理器核, 就ARM体系结构的处理器核。 ARM处理器或者ARM结构的处理器核, 实际上它是一种LISC处理器核的一种典型应用。 它的字面含义是Advanced LISC Machine, 也就是说高级LISC机器或者高级LISC结构的一个缩写。 本身ARM公司它是不做集成电路的, 它仅仅是设计具有高性能的嵌恶式处理器核。 ARM公司或者说ARM这个体系构架, 最早是在1985年推出的。 当时由英国建桥的ARM计算机公司推出了一个ARM原型。 那么到了80年代后期, ARM很快开发成为ARM的TESG的产品, 形成了英国计算机教学的一个体系平台。 那么直到1990年, 就是90年代初, 才成立了ARM公司。 90年代, 提出了ARM32为Chance LISC的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由于它具有低功耗、低成本、高性能这样一种特点, 被很快推广到世界各地, 而且进入到轻轻式的应用领域。 由于ARM处理器它采用了LISC的结构, 那么具有高性能、高价格、低价格跟低功耗, 并且采用了16尾跟32尾的双指定节, 那么被广泛应用到通讯、 手持、多媒体这种嵌入社领域, 并且成为这种领域的一种LISC嵌入社的解决方案的范例。 目前来说,ARM处理器是嵌入社应用当中最广泛的一种处理器盒。 ARM公司第一次推出LISC处理器盒是ARM6, 是在90年代初91年, 那么在93年推出了ARM7, 95年对ARM做了SIMBAL的扩转指令, 形成了16尾跟32尾的双指令节, 提供了比较好的代码密度。 这是ARM处理器性能增强发展的一个过程, 从80年代初到现在的90年代后期21世纪, 那么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 它经久不衰, 现在列于千尔社处理器应用当中的主导地位。 现在已经推出了各种各样的ARM处理器。 那么ARM处理器, 它实际上是ARM公司推出的一个ARM体系结构, ARM公司它本身并不生产处理器, 它仅仅是推出这个处理器核, 将这个内核的知识产权, 卖给各个半导体公司。 那么各个半导体公司拿到这个处理器核, 我们一般称它为IP核, 以后根据应用的特点, 以及它们半导体公司的特点, 加入各种各样的接口, 以及扩展功能, 构成了现在市场上的ARM处理器核。 但不管是哪一种, 它的这个特点, 或者说它的核心, 基本上是一致的, 或者说内核是兼容的。 ARM处理器主要的特点, 有这么几点, 一个是功耗低, 性能高, 成本也比较低, 另外一个它具有32位跟16位的双子零件。 同时全球的合作伙伴非常的多, ARM处理器的生产厂商非常非常多, 那比较有名的, 或者说应用的比较多的, 主要是三星, 菲利普, 英特尔等这些大的半导体方式。 那么当前的ARM处理器结构扩展, 主要包含了16位的Symbol指令, 跟DSP的扩展, 用于DSP用于这个信号处理, 接加瓦的扩展, 可以择行加瓦的代码。 那么它是无线消费类电子跟图像等应用方面的一个交好的选择。 那么在智能卡和SIM卡上也有比较安全的应用。 那么ARM从推出到现在已经有多个版本, 那么最早的版本呢, 它是只能做一些基本的数据处理, 跟这个简单的数据乘处去访问。 那么寻止方式呢, 是26位的地址空间。 那第二版呢, 增加了这个承罚指令跟承累加指令, 支持呢, 协处理器。 支持呢, 线星同步。 寻止范围还是26位。 那么ARM3, 或者说是ARM这个第三版, 那么它推出了32位的寻止能力, 就从23位增加到32位。 那么推出了这个SIM卡指令跟这个, 增强性承法器。 那么在第四版当中呢, 它加入了半字, 也就是说直接的承除器访问指令, LOD跟STORAY指令。 第五版呢, 第五版呢, 扩转了ARM跟SIMB之间的这个交互。 那么增强了这个DSP指令, 跟新的加瓦指令。 那么其中M表示是长层法的指令, E表示是增强的DSP指令节。 另外呢, 在处理性内核上呢, 增加了片内的调试, D表示是片内调试。 RF表示呢, 片内断点的调试。 确实是片内断点调试。 这个我们后面在具体介绍它构架的时候, 会看到这一点。 那么在这样的增强指令节上呢, 可以做一些音频的DSP处理, 它的性能呢, 提高非常的快。 同时呢, 这个加瓦指令节的扩转呢, 使得它比用软件虚拟层来做, 这个加瓦指令呢, 效率更高。 可以提高将近八倍的这个速度。 同时功耗要降低80%。 这是16维SIMB指令, 它的一个 一码机构图。 它是32维ARM指令的一个指尖, 采用了16维指令编码。 那么指令进来以后, 是通过这个SIMB指令减压器, 然后通过多路选择器, 送到ARM指令一码器当中。 所以它这里有两个通道, 分别来选择是16维的SIMB指令, 还是32维的ARM指令。 如果是16维指令, 那么它的32维的数据总线呢, 可以分别乘放两条指令, 通过这个数据选择器, 送到这个检验器里面, 然后再送到这个ARM的一码器里面。 如果是32维指令, 那么是直接送到这个一码电路去。 那么这样呢, 可以提高它的这个乘除灭度。 这是16维指令跟32维指令的 这个转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RM的这个体系结构, 或者ARM的这个编程模型。 ARM它采用的是LISC结构, 也就是说是具有高性能的LS结构的体系。 LS结构是LISC技术当中最基本的一种构架, 就是说表明设计成熟系的指令, 这有LOD指令跟Story指令。 那么同样它具有LISC的特点, 有大量的寄生器, 可用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占层变量, 采用典型的3D值指令结构。 那么能够在单时中完成一项普通的一位操作和一项通用的这个基本的ARLU操作。 能通过协处理器的指令结来扩转ARM的指令结, 包括在编程模式下增加了新的继承器和数据结构。 这是ARM体系结构的主要这个特征。 那因此呢,ARM器呢, 它采用的指令呢, 是三级流水。 第一级是取值, 第二级是页码, 然后是第三级是执行。 执行包括这个ARLU的数据处理跟这个最后的写结果。 那我们在上一讲当中提到ARM这种构架呢, 它采用的是逢式结构。 所以Memory, 数据Memory跟这个指令Memory, 它是在同一个层出体的。 所以它这里呢, 采用三次结构呢, 就把层出体反问这个 斜跟这个集成器反问呢, 是混合在一起了。 就没有把层出体反问明显的分离出来。 这是它三级流水的一个示意图。 示意图。 那么处理器的这个操作状态呢, ARM呢, 它有两种。 一种是三十二维的, 是按字排列的。 因为ARM三十二维, 它这个字呢, 指的是这个三十二维, 那么半字的话就是十六维, 所以它这个SIMBAL指令是按半字排列的。 那么典型的这个ARM, 两个状态之间的切换操作呢, 可以通过它的这个BX指令, 来进行切换。 这是一个切换的方式, 或者切换的代码。 从ARM状态切换到SIMBAL, 那么采用这个两条指令, 首先将这个LABAL加烟送到R0, 然后将R0的值送到这个状态集成器里面去。 如果要去换, 回来的话, 从SIMBAL去换到这个ARM格式的话, ARM状态的话, 那么把这个LABAL这个值送到这个状态集成器里面去。 那么这是我们从状态集上可以看到的。 那么它的乘除模式呢, 它采用了两种乘除模式兼容的方式。 就它既可以乘除大端模式, 也可以乘除小端模式。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乘除器的字内排列可以兼容这样一种排列形式。 就是说每一个字的结尾处, 它是这个字内的高字节地字。 我们称为大端模式。 或者是每个字内排列, 它的这个结尾处是低字节部分。 那么这个称为小端模式。 两种都可以兼容, 可以通过它的引脚, 用外部这个上拉电阻和自磷电阻来实现。 ARM7呢, 它一共提供了七种操作模式。 分别是用户模式, 快速中断模式, 普通中断模式, 管理员模式, 以及中止模式, 系统模式, 最后是一种微定义模式。 这种模式还可以用来作为扩展。 ARM7总共有37个集成器, 其中31个是通用集成器, 包括程序技术器在内, 6个是状态集成器, 15个可见的通用集成器。 那么可见集成器呢, 它取决于不同的处理器的操作模式, 它的握力指向是不一样的。 我们后面有一个表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指向。 那么其中15个可见集成器呢, 它是这样分配的。 从R20到R15, 可以直接访问。 只要它可见, 那么它可以直接访问。 那么其中有一部分, 它的对应的这个握力集成器, 根据模式不同, 它有所区别。 其中R20跟R24到R24呢, 是作为通用数据成方使用。 R23呢, 它皆用作为SP指针。 每一种处理模式呢, 它都可以建立自己单独的对债。 R24呢, 是作为链接集成器, 就Link Legist。 它呈放的是返回地址。 当这个指程序调用返回, 或者说中断调用返回的时候, 那么通过这个计程器里面的值, 来获得返回的地址。 R15是程序指针技术器, 也就是说指令技术器。 那么另外两组呢, 一个是当前程序状态制, 那么主要包含的是代码标志, 跟当前的模式位。 所以我们当前刚才的这个BX指令修改的模式, 就是送到这个当前状态集成器里面的。 其中提供了五个状态集成器的保护集成器, 或者保存集成器, 用来当发生异常的时候, 保存当前的状态集成器里面的值。 异常实际上是一种中断。 这是不同模式下的集成器分配, 也就是说16个, 0到15, 16个可见集成器当中的跟物理集成器之间的映射情话。 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分别看到, 不同的模式, 就用户模式跟快速中断模式, 这一部分集成器, 这一部分集成器, 它们之间是指向不同的握力集成器的。 这个深颜色的表示呢, 深颜色表示这个用户跟不同的模式之间, 它的这个握力指向已经被取代掉了。 这是集成器的分配表。 那么程序状态集成器呢, 是用来指示当前处理器工作的状态。 那么它是存放在这个一个专用集成器当中, 当发生异常的时候呢, 它可以把这个沉吸状态集成器里面的当前的数值呢, 送到一个保护集成器里面去。 那么当它返回到原来这个模式的时候, 又可以从这个保护状态集成器当中取出来。 那么这样呢, 用于快速的这个模式切换, 或者说快速的这个操作系统的进程切换。 那么这些集成器呢, 包含了最近的AL有超车的一些结果性线, 包括中断的使用状态, 以及处理器的模式设置。 比较类似于我们这个XV6TESG里面的这个Frager Legist, 就标志集成器。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定义位。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 它有一出金位, 结谷为零, 富, 结谷为富, 或者说小鱼。 那么这是它的工作模式的切换。 工作模式的切换。 那么这些位呢, 用来这个改变, 或者指示当前处理器的这个状态。 这是程序状态集成器当中的这个模式位, 也就是这个模式位, 它所对应的这个状态, 跟它的这个集成器, 在SIMBLE状态跟这个ARM状态上, 不同的集成器的影射。 那么ARM的这个中断模式呢, 硬中断它是分两类。 那么总的中断模式呢, 它是分这么几类。 一种呢, 是正常的中断处理模式, 第二种呢, 是异常中断处理模式。 异常中断处理模式呢, 它分快速中断跟普通中断。 那中断, 请大家记住, 我们在SIS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对它有特殊的这个处理。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个ABOT, 这个外部控制的这个中断。 只是当前的乘除器不能被访问, 也就是说不能访问乘除器的一个中断处理信号。 另外呢, ARM还提供了软中断, 通过软件产生的中断。 这个跟X86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那么这是ARM的这个中断类型, 它定义的这个中断类型。 那么异常中断类型呢, 它有这个未定义指令的这个陷阱中断。 那么当ARM就是接收到一条不能处理指令, 那么它会把这条指令呢, 作为一个可能的写处理器, 扩转的一种指令来处理。 如果这个写处理器没有这条指令, 那么它会把它当作内定义指令。 如果这个写处理器有这条指令, 那么写处理器就处理这条指令。 那么如果写处理器现在处于忙碌状态, 那么它会等待这条写处理器空闲, 就准备好, 或者说发生中断。 那么ARM的这个异常的优先节的处理呢, 它是这样的, 最高优先节是Lessette。 所以ARM它把这个Forway当作一种中断处理, 那么这是典型的这个不可恢复的这个中断。 数据业错, 快速中断, 普通中断, 预取, 然后是预定指令。 那软中断呢, 是最低优先节的。 那么这些跟我们通用的Lessette处理,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产生中断以后, 转向中断服务支撑序呢, 是ARM当中呢, 是采用这个中断限量的方式。 那么它采用固定中断限量的方式。 那么它的限量分配呢, 是由下表来指出的。 不同的这个中断, 它给出了固定的限量地质。 这个地质空间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小。 那么实际上, 它是通过这里呈发一条跳转指令, 所以我们称它为是向量中断模式。 这是这几个大家应该要记住的。 当Forway的时候, 系统Forway的时候, 那么PC指针 是指向0000的。 那么我们后面在设计系统的时候, 也是根据这个指针来进行转向的。 那么不同的中断呢, 它的地质不一样。 那么我们系统或者应用程序, 在设计中断程序的时候呢, 事先要把这个中断程序的 这个手地质 呈放到这个区间。 那么它通过这里可以 直接跳转到你的中断服务程序。 那么进入异常操作以后, 那么它相应的这个链接寄成器, 我们刚才讲的R14, 它保存返回地质, 保存返回地质, 也就是说当前这条地质的, 下一地质, 当前这条指令的下一条指令的地质, 并且呢把这个当前的这个状态 集成器的质放到保护状态集成器里面去。 然后这个强制使用 当前状态集成器的模式位, 进行滞位, 使得它进入到对应的这个工作模式。 那么强迫呢程序指针, 强迫程序指针呢指向对应的中断的向量底子, 向量取下一条指令。 那么对应的向量是对应什么地方呢? 就是对应这个位置上, 这个对应的位置上, 根据当前的中断的这个产生的源来确定。 这是一个典型的用户模式到快速中断的切换过程。 在快速中断响应来的时候, 首先它要把这个当前的这个下一条指令的这个地址放到R14里面去。 然后要把当前状态集成器里面去, 放到这个保护, 放到保护状态集成器里面, 把它保护起来, 放到保护状态集成器里面。 那么然后把PC指针啊, 这个从中断向量地址里面把它取出来, 送到这个PC这里面, 把它送到这个PC这里面去, 把它送进去, 使得呢, 它这个强迫转向中断佛物。 那返回的时候呢, 正好过程是相反。 从这个R14里面, 从R14里面把它这个指取出来, 从R14里面把这个指取出来, 送到PC指针里面去。 然后呢, 从保护集成里面去, 状态集成器里面呢, 把指取出来, 送到这个当前的状态集成器里面去。 那么这样来做这个状态, 工作模式的切换。 那么这是进入跟退出的这个解释啊, 这是退出。 退出的话呢, 将这个R14送到PC里面, 然后这个保护集成器里面把它恢复, 然后清除禁止中断啊, 等等一些操作。 那么这里跟设计到的是进入退出异常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指令。 操作的一些指令。 那么强细的汇编指令呢, 请大家看ARM7相关芯片的这个DateShift, 就是手册。 ARM的这个指令格式呢, 它非常特殊。 它是这个每一条指令都具有条件执行的这样一种指令格式。 所以说从指令格式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前面的28位到31位都给出一个条件编码。 但满足条件的时候, 这条指令才会执行。 那么这是LISC处理系当中支持编约优化的一种这个编码形式, 指令编码形式。 我们把它称为是条件指令。 条件指令, 它并不是条件转移指令, 而是满足条件就执行这一条指令。 所以说这是ARM指令当中非常特殊的, 非常特别的一点。 那么强细的指令呢, 我们这里不转开了。 大家如果学过X86汇编的话, 那么这个汇编指令呢, 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那么ARM7跟ARM9, 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 那么我们这里给出了一个区别的一个示意图。 他们的主要区别, ARM7它采用的是冯氏结构跟三级流水, ARM9它采用的是Half结构跟五级流水。 这是他们两个不同的流水的这个工作状态。 ARM9第一, 就是取值, 这个跟ARM7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件呢, 它一码, 它一码呢是分两部分, 就简压跟这个计称器循值, 计称器循值, 这是ARM7。 那么ARM9呢, 它是这个简压, 然后计称器循值, 然后包含了计称器的毒, 包含了计称器的毒。 这是第二节, ARM9的第二节。 那么第三节呢, 对ARM7来讲呢, 它要做计称器毒, ARU操作, 包括一味的一些操作, 以及呢, 写结果。 而ARM9呢, 它仅仅是做ARU操作, 包括一味。 那么然后, 第四节, 它做成熟器访问, 所以ARM9呢, 把成熟器访问呢, 单独分离出来, 作为一个流水件。 然后第五节, 写结果。 那么这是跟典型的LISC的LS结构呢, 更加接近了, 更加接近, 提高了它的这个执行效率。 而ARM7呢, 在第三个流水界, 结束以后呢, 就完成了。 所以, 从流水的角度上来看, ARM9, 它的效率更高, 同时它采用分离的代码跟数据乘除器, 那么它的乘除器的冲突会减轻, 从而它的这个仿称效率也会提高, 性能也会大大的提高, 这是它们的主要区别。 那么另外还有组屏上, 这个乘除面图上的一些区别, 那么我们这里不深入分析了。 那么这是ARM, 主要的这个体系结构的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在切用色当中, 我们比较重要的一种调试方法, 就是JTEC调试借口。 我们切用色应用当中, 那么最后你编好了应用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就要进行调试, 那么它跟TESG调试不一样, 因为TESG本身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计算机系统, 那么它可以运行各种各样的调试软件跟调试工具, 但是切用色系统呢, 无论如何, 它的应用环境呢, 被容许则行大的调试工具, 因此呢, 它要借助其他的一些手段来调试。 那么典型的调试方式呢, 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在PCG上做仿证, 在这一类呢, 设施性比较差。 还有一类呢, 就是在PCG的辅助下, 调试机的辅助下, 通过这个通讯链路, 通讯这个通道, 跟你的嵌额色产品连接起来, 那么做设时的, 或者板接的调试, 我们称为只要做在线调试, 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嵌额色调试的一个连接示意图, 这是一台台试机, 通过232口, 或者也可以通过并口, 那么通过一个, 这个通讯接口电路, 就将台试机的信线转换成, 下面能够接受的通讯信线, 这是开发板, 或者是一个开发系统, 或者是一个产品系统, 把你的这一个程序呢, 直接下载到你的产品上, 或者开发板上, 进行这个运行, 然后反馈, 反汇, 调试信线, 或者说从这个产品上, 来观察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或者某种现象,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嵌额色调试呢, 归来为这么几种情况, 一种的指令节的模拟,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PCG的这个方针, 另外一个呢, 就是注留一段监控软件, 就是在产品版上, 或者目标版上, 注留一段软件, 然后通过这一段软件呢, 来接收, 来接收这个PCG, 送下来的这个, 这个调试信线跟这个程序, 那么这种方式呢, 是在PCG上模拟的, 摄氏性不好, 或者说这个线上环境, 可能跟舍机环境会不一样, 这种方式呢, 需要目标版呢, 先注留一段程序, 那么相对来说, 对初始的开发,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那么最好, 我们希望能够不通过, 目标版的任何辅助, 直接能把调试信线和目标代码下载下去, 让它运行, 来做实时的, 在线的调试, 那么这样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我们称为在线仿真, 这个早期经常在用的, 用一个开发板, 做一个仿真器, 来代替目标版上的CPU, 目标版上的处理器, 来进行调试, 那么实际上, 它把逐流程序呢, 是做在仿真头上面了, 那么另外一种呢, 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叫做JTAC仿真器, 它是通过, ARM芯片内部, 建立的一个, 我们称为叫边界扫描的, 调试机制, 来实现, 与这个ARM核之间的通讯, 那么这样呢, 不需要借助外部的, 其他的一些手段, 就直接可以跟处理器核进行通讯, 然后通过处理器核, 来控制整个产品板, 或者说目标版的板上资源, 它本身不转用板上的资源, 那么现在大部分这个, 签讯所处理器呢, 都带有JTAC的这个借口, 这是通过用JTAC, 来进行调试的一种连接方式, 这里是一个JTAC的一个转换协议, 这个是上位机, 这个是目标版, 实际上跟我们前面讲的调试方式是一样的, 无非呢, 它的通讯手段, 通讯的这个机制不一样, 那么什么是JTAC呢? JTAC呢, 它是边界扫描, 这样一个简称, 早期是用在, 计算机系统或者数据系统当中的这个边界检测上的, 那么现在呢, 主要是用在这个复杂系统的系统调试上, 那么我们用着比较多的就是处理器系统, 或者可编程系统, 可编程芯片系统, 那么现在它有国际IEE的这个协议标准, 它建立的是一个协议标准, 那么ARM切处理器呢, 它也提供了这个JTAC的这个控制协议跟控制接口, 那么典型的JTAC呢, 它有这么几个通讯信号, 或者通讯的这个引线, 第一个信号呢, 叫做测试模式的选择, 就是我通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模式, 那么它称为是测试模式, 主要因为JTAC早期是来于测试的, 就是这个边界检测的, 那么通过这个TMS呢, 可以控制JTAC的状态机, 它实际上是一个串型接口, 第二个呢, 是TCK是JTAC的始终, 第三个呢, 是TDI, 数据输入信号, 第四个是TDO, 数据输出信号, 最后一个呢, 是Reset, 用于JTAC的4W, 由于JTAC的状态机比较复杂, 所以说呢, 它通过4W呢, 可以进入到初始状态, 那么这是JTAC工作的状态机, 我们通过这个状态机呢, 可以了解它大致是怎么工作的, 那么当TMS等于1的时候, 那么这个状态机呢, 一直在处于4W状态, 就是Test Logical Reset, 在这个状态上转, 当这个JTAC4W信号等于4W的时候, 4W的时候, 那么这个状态呢, 就进入到这里, 然后TMS等于1的时候, 它始终在这个状态转, 当TMS等于0的时候, 它进入到这个JTAC的空闲测试运行器, 运行状态, 进入到这个, 实际上就是进入到测试状态的一个初始状态, 那在这个状态后面, 那么根据TMS的这个信号来检测, 是一直逐留在这个状态, 还是进入到工作状态, 那么如果TMS等于0, 它一直进入在测试空闲的这个等待状态, 当TMS等于1的时候, 那么它进入到这个下一个工作状态, 下一个工作状态, 它是选择扫描计程器的这个工作状态, 那么它呢是这样的, 按照顺序来选择的, TMS等于1, 那么首先进入到数据继承器扫描状态, 如果再等于1, 就进入到这个, 指令继承器扫描状态, 所以它一个是用来传送数据, 一个是可以用来传送指令的, 所以它的这个状态就有两个状态这个分子, 那么如果你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 TMS一直是等于1, 那么当时钟来到的时候呢, 它又回到这个4-way状态, 那么这两个状态呢, 基本上是类似的, 这个是对数据进行扫描, 这个是对指令集成器进行扫描, 所以我们只要看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进入到这个数据继承器扫描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TMS等于0, 那么接下去就进行数据继承器的获取, 然后这个对数据继承器边界扫描继承器呢, 进行移位, 然后这个检测, 如果是它等于0的时候, 就是TMS等于0就是移位, TMS等于1, 那么就进入到下一个, 就是扩转数据继承器, 数据继承器位, 然后进入到这个暂停, 当它等于0页, 0页这个状态变换的时候, 进入到暂停, 那么如果在移位了以后, 进入到这个状态, 那么它检测到TMS等于1的话, 那么它会进入到这个状态, 这是修改, 或者说更新这个数据继承器, 然后再回到下一个状态, 那么这样呢, 就是一个循环, 它就是移动一个数据, 或者说一个数据连来这个扫描, 那么如果这个数据已经完成了, 那么它会回到这个空闲状态, 测试空闲状态, 那么这里就根据你这个程序来设计你的数据链的长度, 那么同样这边也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强细的可以参考这个IEE的1149标准, 那么我们这里主要是让大家了解, 就是它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JTAC的这个通讯查试的, 那么这是JTAC链的一个示意图, 这是我要检测, 或者要控制的一个设备, 或者说一个电路, 那么我将它的每一个引脚分别接到一个移位继承器上面去, 这是一个移位继承器, 移位继承器, 那么假如说这是输入的, 那么这个移位继承器移过来的数据可以并出, 移位继承器可以并出送到这个输入端, 那么这个输出的, 那么我这个设备输出来的信号, 可以并入到这个移位继承器当中去, 那么当它并入或者说并出以后, 那么我可以将这个数据移位继承器把它串联起来, 可以进行这个每一个始终可以让它移位, 那么这样呢, 我可以将外部的信号, 外部需要控制的信号或者需要输入的信号呢, 通过这个TDI口呢, 一位一位移进去, 那么你可以计算好我移多少位, 正好对准这个输入端口, 那么我数据就可以输进去了, 比如我这里是三位, 那么我这里输进去了, 移了三个始终以后, 那么正好输入数据, 比如说正好是101, 正好送到这个地方101, 然后并创就可以把它这个送出去, 那么同样我要把这个数据输出来, 那么我可以首先铺照, 将这个输出信息铺照到这个移位继承器里面去, 实际上就是一个边界扫描继承器, 然后将它移位, 移三位这个数据就可以移出来, 这里的数据就被移出来, 所以通过这样一条链可以移热, 输出数据, 移错输出数据, 当然这种通讯速度是比较慢的, 所以用解态开来调试的时候呢, 一般是调试系统最核心的代码, 因为这些代码一般来说不是很大, 比如说系统的引导代码, 将这些引导代码调试通了, 那么接下去可以再调试一块高速的通讯机口代码, 比如说这个USB或者说TCP IP, 那么这样可以把这个上位级跟下位级的这个高速通讯链路打通, 那么后面的一些复杂的, 包括超市系统的代码跟应用代码可以通过高速通讯机口来传输, 那么这样的达到呢, 就是有效的高效的高速的这个嵌入车的在线调试, 那么M7它提供了三个标准的解态客这个调试链, 这是一个扫描链链零, 这是扫描链一, 这是扫描链二, 分别控制这个IO, 分别控制IO, 扫描链零是控制IO, 扫描链一呢是控制的ARM内核的数据总线跟断点控制信号, 扫描链二, 它是控制内部的一个嵌入式红单元, 可以对ARM的这个指令呢, 舍性这个监测, 那么对它的这个断点, 对它的折行状态进行检测,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是管这个IO的, 这个是管数据线的, 这个是管这个内部红单元的, 那么这样呢可以比较有效的, 这个控制整个ARM的折行状态, 那么有了这条链以后, 再加上的ARM内部呢, 给出了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在线条式的红单元, 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红单元, 输入这个地质线跟数据线, 在内部呢设立断点, 那么根据这个输入的数据, 以及当前的这个指令折行状态, 那么我们它可以在内部呢, 就是检测到当前指令的折行的这个位置, 然后产生了就是硬断点, 硬件的这个断点, 那么这是内部红单元的这个选择, 我送来的这个数据, 到底是送到哪一个断点的集成器里面去, 那么通过这个方式, 可以实现这个嵌入式的这个内核的控制, 所以ARM的这个断点设置呢, 是通过这个嵌入式内部红单元来实现的, 它里面建立了最基本的是一个which point, 可以对这个嵌入式内核则型的这个地质线跟数据线, 进行监控, 跟你输入的信号则呢进行比较, 那么这种调试方式比软件的调试方式来的准确跟效率要高, 不管你怎么样, 只要能够折行到这一点, 那么地质跟数据相同就能够就是进行断点的处理, 所以这是ARM的这个断点设置跟处理, 那么采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一般称它为是硬断点, 一旦运行到这个断点, 可以进入到debug狀态, 当然它实际上是一种硬中断处理的方式, 那么相对硬断点的话, 另外一种呢就是软件断点, 它是通过改变成熟器内部这个指令的值来达到的, 也就是说将这个乘除器内部的指令设置为一个特殊的数据, 比如说是ARM的立定义指令, 也不是写处理器能执行的指令,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处理器能够通过一个中断, 那么这样也可以进入到调试状态, 那么同样我也可以采用呢, 就是对watchpoint, 就是内部的这个监测点设置这个数据X, 那么当ARM把X当作指令躲进的时候, 那么ARM也进入到这个debug调试状态, 那么这是用软件来这个设现, 那么它们各有优缺点, 硬件断点呢, 它的优缺点呢就是非常明确, 就是断点非常明确, 但是呢它受到watchpoint的这个数目的限制, 可以设置任何一个地点, 因为通过Jetag传下去的这个地质线跟数据线是任意的, 软件断点呢它有点呢是不受任何限制, 但是呢它是通过替换系统指令来设现的, 那么这样呢断点是有所限制, 只能写在乘除器的某些这个地质当中, 比如LAM当中, 但是LAM中间就没有办法设置断点, 所以它调系统软件的时候有时候比较麻烦, 调应用软件的时候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好, 今天我们对这个ARM天文社的这个体系构架呢, 就介绍到这里,